哈哈哈哈 脱更吧 为啥打普通局呢 因为当时我设了个热键 因为我当时是用鼠标玩的 我想试试那个能不能试一下连点 结果当时是成功了 但是直播的时候失败了 甚至造成了马铃的后果 这个就是热键调出来的 因为我鼠标实在点不出来 我用那个手机点是没问题的 用鼠标点实在点不出来 我想试试那种能不能连点什么的 结果很遗憾 不直播的时候点出来了 但是直播的时候 不知道为啥可能有其他系统占用 什么东西 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是一把普通局 因为咱们毕竟是练一练这个东西 看看这个热键能不能点出来 普通局的话直接先押留言 然后那个背迷糊跳身份 也没怎么跳个明白 然后背迷糊说为啥不给我 普通局都是这样的吗 这感觉很聊天似的 不能说轻松吧 只能说他们普通局很奇怪 两个托管很正常 这普通局 因为我以前也打过普通局 很早以前 那现在这个背迷糊直接说 我不给他 还在抱怨半天 完全不太理解这个人的思想 包括他说惨了 然后又说什么 还好没有武器 他难道连算距离都算不到吗 这是断杀好不好 人家有距离能杀到你的 他把简易码都没看见了 普通局的思维咱看不懂 你说这要是 我没有说骑士普通局的意思啊 就是说感觉看不懂那么思维 然后这个时候的 沙漠科这个拆桥 跳了个忠诚身份 这个我更相信电脑拆的 然后这是顺到我的AK了 这很难受啊 扔了个桃 光源机果断上了单色装备 威胁不大 但是他有个AK 就很难造 这个时候直接赚桃子 给自己回血 没必要继续没必要 是相信悲蜜狐啊 没必要的 可以没 是悲蜜狐 普通局挺有意思 真的 他在说服了 为什么要给你 我不太理解 因为你有内奸的可能性 你是跳钟啊 但是你有可能装的身份 这一看就说明 他普通局玩的比较少 他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他没想过 他自己能装身份 他没想过悲蜜狐 不能当忠诚 他也没想过 悲蜜狐可能是内奸 他都没想过 他认为选出来悲蜜狐 别人会相信他 这个时候的话 我准备给沙漠科 吓呵呵 但沙漠科脱管了 威胁最小一些 因为刚才沙漠科 也跳钟了嘛 咱们看看另外一个 忠诚或者内奸是谁 这时候徐胜直接打死 悲蜜狐身份 已经大概得齐了 王严基跳反 徐胜跳反 然后呢 这时候沙漠科脱管 还救人了 他的忠诚 忠诚面很大 忠诚面很大 那就说明 结果还真是个忠诚 悲蜜狐 还是还给你扔蛋 然后咱们看一看 你想想 这就是飘骑将军 飘骑将军 可是都有可能 去进至尊的 你想这样的飘骑 进了至尊会有啥后果 这里再重申一下 我没有歧视人家的意思 毕竟我来普通场 咱们是一个热剑而已 没有必要说 人家打得好与不好 人家普通场嘛 人家在普通场玩怎么样子 不归你管的 跟你没啥关系 你说至尊场打的菜 咱们说一说 普通场没必要 我只是单纯觉得 这个悲蜜狐有点意思 如果他肯定是遇见 那些开局忙给的马 因为普通场肯定 有很多那种 开局忙给的马军 或者说 你只要敢跳一次钟 我就给你排啥的 他没有想过 就是至尊场的思维 他不会用至尊场思维 考虑这些 他不会想装身份 不会想着去骗牌 他根本因为他打的局少 他不会想到这些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 说这个悲蜜狐好菜 没必要说他 我一直在用调侃的语气 在说这件事 目的是啥 就是说他是有可能 尽至尊的 我怕的是这个 人如果不尽至尊 人随便打 跟我没关系 我是来普通场 就是纯属练个热剑 看看是如何如何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注意 曹植有可能是内奸 我为啥还要给曹植 因为我还是不相信沙漠科 我希望给完曹植 让他帮我压沙漠科 沙漠科他也压不死 因为有个八卦阵 我希望就是说 王源基现在威胁不大了 我现在需要 就是沙漠科我不能一直给他 我还是不相信 我连电脑都不相信 知道吗 就是你玩主攻 不能相信任何人 我希望就是说 曹植帮我压沙漠科 沙漠科帮我去杀反贼 或者压曹植 我即使知道曹植是内奸 我有万分之一的概率 沙漠科有可能是内奸的 对不对 万分之一那种概率 我也要想到 所以说两个人都压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要考虑 曹植单挑不够 沙漠科没有好的 没有那个斧子的话 也没有机会和我单挑 这时候我在想 给他个斧子 让沙漠科最后 把这个王源基处理一下 因为大概率沙漠科是中 小概率就是内 但是咱们谁也不相信 永远保持最理性的形态 知道吧 这个时候其实能看出来 电脑的操作是很奇怪的 正常不拆这些什么AK啥的 都不拆 要早拆的话 其实好赢的 但是沙漠科被限制住了 所以说顺了那个AK 这时候的话 我想的是给另外 我转出另外一个武器 把这个AK顶掉 这样的话 我不能弃AK 弃AK会让这槽子摸到 结果另外又转出来一张AK 就很烦 我的目的是不想要这些AK的 所以说直接给沙漠科吧 有可能沙漠科会扔出来 这个没花AK 不过下回合我 还是有机会赚到拆顺的 不用害怕 现在曹植并没有害 现在曹植跳内了 现在确定百分之百 也不能百分之百 因为我预见的人太多了 以前你们可能没见过 什么中臣直接的 中臣内奸的时候 中臣去杀主公 你们没见过 我见过太多 所以我 就是导致了我 现在谁也不相信 这两个人 现在谁也单挑不了我 即使他们会有AK 我有盾了 我有AK了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曹植跳了个偏内的身份 让沙漠科杀曹植就行 这回合不要去打曹植 给他打回来翻面 普通场很简单 这两个人单挑不过我 如果背迷糊活着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 和我单挑拖一会 拖一会时间 我需要找AK 才能处理掉背迷糊 现在的话 他们两个没有任何机会 去和一个马军单挑 你们不会觉得 马军没有单挑能力吧 这个时候直接处理掉曹植 无所谓 因为加 为啥我敢现在动手杀人了 因为加四的距离 沙漠科 他基本属于白板 不怕的 能理解吧 最后说一些 主公切记 不要去相信任何的人 即使他跳出来身份 尤其是给牌的主公 千万要记住 这一局就能看出来 普通场的情况 你们在普通场 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